時間遇到 來來來閉一下太陽 爸爸 現打的精力湯 來 你喝看看 好香喔 不錯啊 今天你嫁了什麼 我今天特別嫁了杏仁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最怕山高 所以早上要吃得好 身體才會好 你知道我們的精力湯裡面 有多少東西嗎 多少 幾種 是幾種 所以你喝一杯 勝過人家吃一大堆的東西 這裡面有芽菜啦 還有很多的堅果啊 還有蘋果啊 鳳梨啊 羊樂多啊 還有綠茶粉 我好喝嗎 不錯 人家說 帶到好不看洋山的鐵工座 你有幾個鐵工座嗎 這個就嚼勁了 有幾個 有 嘿 爸爸 累了嗎 要不要休息一下 來 我為你泡的 枸杞紅棗茶 不濟瞑目又養生 來 要不要試試看 好 謝謝 看好喝喝嗎 難得 好難得 好喝吧 不錯 你會覺得我親手泡的跟別人泡的不一樣呢 給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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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味是什麼 那味是 真甘甜味 真甘甜味喔 加了一個什麼 戳得好嗎 比較贏作作 戳得壞了 一四人疼苦 娶到好妻子是很幸福的事 娶到不好的妻子則會痛苦一輩子 戳得好妻子 看她做做 戳得壞妻子 一四人疼苦 對 意思就是說呢 當你娶到好太太的時候呢 很幸福 但是呢 如果娶到不好的太太呢 可是很辛苦的 對啊 所以像我們女生啊 如果當太太的話呢 其實就要多提貼先生替他想喔 不管是碰到什麼樣的挫折或是困難呢 都要不離不棄 牽手走一輩子當彼此的支柱 對不對 沒有錯啊 所以我們講說 夫妻呢 就是堅持堅持喔 不能碰到什麼問題呢 這個手呢 總要牽緊緊的 一起能面對走下去 今天啊 我們邀請到的來賓喔 他們結婚二十年了 對 碰到人生很多很多的挑戰 但是呢 總是手牽得緊緊的 共同來面對 讓我們來歡迎他們 王宇夫 林舒婷 結婚二十年 經理先生失業與太太生病 夫妻始終相互扶持 歡迎宇夫還有舒婷喔 來到我們節目喔 首先呢 要賀喜一下 今年是你們結婚二十周年喔 對 恭喜恭喜 對 那回過頭來看 現在啊 事業 還有我們的家庭這麼的穩定 感情又這麼的好 那麼回首來實路啊 就是說當時 你們婚第一個挑戰的時候 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呢 舒婷 大概在民國九十四年的時候 年底 我先生失業 對 突然 欸 其實已經有一些狀態了 因為那個時候 報業正在信仰 所以中時晚報就在 十天之內吧 就宣布他要停開 哇 那是很突然 對 所以就是在民國九十四年的十月份 那那個時候突然之間呢 有沒有說兩個人的相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嗎 主要那個時候是因為我這方面有一些情緒上跟生活上的一些變化 因為一失業以後我就被這個經濟壓力啊 家庭壓力啊 然後還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變化 讓我變得很沮喪 對 一定 然後整個人都快崩潰了 後來反而那個時候他就為妻為母則強 所以才把這個家兒給撐住 可是他心理狀況他認為很嚴重 他那時候甚至懷疑他自己是否得了憂鬱症得了恐懼症 對 所以那段時間他幾乎連晚上都沒辦法好好睡覺 很感謝他沒有 他後來走過來了 結果他就靠運動 然後還有就是說我扮演的角色就是不住的聽他說 他內心的害怕 那我就做那樣的工作我就負責聽 大概聽了兩年多 我相信你的心理的壓力應該也很大 因為先生失業了 然後家裡的經濟來源突然斷了 那你要怎麼能夠又去做他最堅強的依靠 然後又不能夠讓他覺得說 你也有自己的情緒 這裡面怎麼去調適呢 我比較會處理我的情緒 然後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那時候選擇出去上班 對 那剛好有一個機會是去一個補習班 那時候可能會有會合作 所以我就說很少的收入 只有兩萬塊 那我就每次領的薪水 我就費一萬塊給他 那我的目的是希望他安心 就是覺得說他不要突然之間沒有安全感 那我這樣持續的做了半年 對 我們一直相處都還非常的順利 也非常的和氣 就是一種變成一種習慣 就是說我們如果有問題都會回來 跟他來做訴說 訴訴苦 從我們認識到現在 就是好像什麼話都說 那我想要問 宇夫想請教你 就是當一個家裡的provider 父親或是先生的角色 碰到失業 這樣子的情況 自己覺得心裡非常的憂鬱沮喪的時候 以你過來人的角色 你會怎麼建議他們 能夠用什麼樣的方式 走出那樣子很負面的很不舒服的情緒呢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對 肯定 其實走到現在 雖然我們 兩個人都也還找到了工作 後來 然後 收入不多 可是慢慢的又回到正軌 可是在失業那段時間 當然我們也是一直都商量 我們夫妻兩個就是隨時隨地都在商量看 怎麼樣去賺錢 這很重要 我們也試過很多種方式 就是夫妻要同心協力 真的 真的 就是我有一個什麼點子要做 他就 我們兩個就來嘗試 他比如說那一陣子我想做湯包 我們就跑到高雄去看或什麼的 有一陣子他說 有一個早餐在台中 他有一個朋友 我們也去台中學一學看一看 到處去找生存的方法 夫妻兩個一定要 要這樣子才有辦法去度過這個難關 我在想一下 如果大家互相埋怨 他如果他埋怨的時候 你要去追賺錢啊 你是男人啊 對 那如果我埋怨的時候 我現在已經老了 該你來對不對 換你到外面去 這樣就完蛋了 我想 大概 夫妻同心協力是蠻重要的 就是 都要為這個家 有一個很強烈的認同感 夫妻一體 這個家庭 唯一家四口 對 要為這個家 要去趴別阿拉 去努力啊 奮鬥下去 其實那段時間 我有個期望 我很希望 我的孩子在爸爸的身上 看到說 當他遇到挫折的時候 該怎麼去求力 對 所以我有那個期望 那我因為扮演 聽他的角色 也是希望 快速能幫助他走出來 那也真的是 雙天對我們很好 後來我們就有個這樣的機會 想到要做這一塊 就是幫他寫回憶錄 對 那個故事來自於說 所以他年輕的時候 媽媽就希望他幫他媽媽寫故事 所以在好幾十年一天 他就有想法 幫媽媽寫東西出來 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說 哎呀我想到一件事了 我想幫人家寫墓志明 我說墓志明是什麼 他說就是墓碑上面那個 那你想到我們就 對 我現在在我說 在台灣這個東西 並不流行 對 我會想到說 那天啊那業務怎麼進來 我就說 那我們好不好不做這個真意 所以我就想說 對啊 你不是一直想幫媽媽寫回憶錄嗎 對 我們來試著做這一塊 那加上 他說他是做記者的 離開筆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們想到說 他去做一些勞力的工作 我們兩個都沒有辦法 早餐怎麼弄 湯包怎麼做 其實我們兩個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決定做這一塊 可是也遇到前半年 我們沒有訂單 我們不知道去哪裡找 人想寫回憶錄 剛好他一個老同事 在報紙做了一個主題 就是講熟靈版 對 他就介紹我們這趟服務 就介紹他的一些背景 就開始有第一通電話來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去談 哇真的是還蠻順利的 對 我們當天拿了第一張訂單 十萬塊 哇塞 我們好久沒有那個收入來源 就一出那個客戶的門 我們兩個就跳起來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那個摩托車旁邊 然後我們兩個就真的是 抱起來說好高興 我們終於走出一條路了 對 然後就從那個case開始 然後陸續就知道人 就開始找我們寫回憶錄 所以現在大概五六年來 做了二十本 剛剛先生提到說呢 當他碰到生命的低潮的時候 他看到你唯母者強 唯妻者強 好像說起來是很輕鬆 但是如何做到任勞任怨 而且還要當他的支柱 還有很重要的是 在做這個支柱的當中 如何能夠讓另外一半覺得你是尊重他的 因為往往好像有人夫妻碰到這種例子的時候 當太太做得越多做得越好 但是反正先生呢是越受傷的 我覺得是一個單單的心吧 然後我也是有一個感恩的心就是 因為他成為我的先生 那我們兩個應該是共同的一體 共同的肩膀 所以基本上遇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是OK的 所以我不會去抱怨 對 這是我的人格特質 對 我很少抱怨 我覺得事情來了就做這樣子 對 但是尊重他的那一個部分 怎麼去把他表現出來呢 比如說你剛剛講的兩萬塊 當時今天是太太賺的錢給先生的時候 你是寫的信封給他 還是你真的是雙手給他 還是偷偷的給他 我在孩子面前給他 就領到錢都是現金 我就在現場數 你看你這個月賺兩萬 你一萬萬一萬 所以你是用一個很正向很開心的 很開心分享的那種感覺 對 喜悅分享 對 我是這樣的心情 所以這是一個好方法 我那個時候的感受 是一種不安全感 對 怕這個家庭會破碎 怕妻子會離我而去 怕小孩子對我會 失去很多的尊重 因為一個資助快一下到了 所以他去賺錢 然後回來以後 當孩子面分給我一半 對啊 這表示說 他就是我們這個家庭裡面 他是我一半的力量 希望我能夠放心 繼續的正常的過日子下去 他是有力量撐起這個家的 當我這一方倒下去的時候 這是我們互動中非常比較屬於感性的一面 讓我就覺得很感激 所以我們說人生的高低起步 它是很自然的 對 我們說失業的這個低潮 但是好不容易呢 我們的新的事業有了契機喔 結果呢 舒婷生病了 那要經過化療還要住院喔 那麼舒婷可以談談這一部分嗎 本來你是春起家裡的那個半邊天的人喔 嗯 那麼現在呢 你如何來面對你生命中的這些恐懼 還有先生如何來陪伴你 其實我那時候知道 不知道說未來如何 那我在意的是孩子 嗯 因為還不大嘛 這個 正要上高中跟國中 那我也想到說他怎麼辦 對 所以我那份恐懼是說 我 我不知道我生命會在哪裡 對 唉 對 那個是在新事業開始 很短的時間內就發現你得到安靜嗎 差不多一年左右吧 對 我們手上正在忙碌做那個專輯的時候 那時候的心情怎麼樣 會不會覺得說老天爺怎麼這樣對我 好不容易走過了家裡的第一個危機 突然的又打擊你說身體上得到了癌症 我真的在乎的是孩子 對 我希望我能陪他們長大 我希望當 可以當阿嬤 對 所以那時候是在意的是孩子 對 那個時候我是跟他結婚二十 現在二十年了 當他去知道這裡有問題的時候 我是這麼多年來 唯一有一小段時間 看到他稍微有一點點慌 要不然他真的結婚這麼多年 我從來沒有看他說 都是很穩的 很穩定的 在家裡面好像反而 這個家裡面的一些任何變化都打不倒他 可是那時候他去檢查 我陪他跑了幾家醫院 到最後確認的時候 在確認之前 我就發覺他稍微有一點點慌 稍微有一點 就是從來沒有見過 那我想要問宇夫 原本在第一次家裡的最大的危機的時候 舒婷是你的支柱 不管是精神上的生活上的 那當舒婷得知了確定的 這是癌症的情況的時候 你看到他慌了 你怎麼去調整自己的心情 反而過來做他的支柱呢 這個講起來就很微妙 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們是相愛結婚 平常時間幸福美滿 都覺得理所應當啦 結果你看我失業的時候 他變成我的支柱 他生病的時候 我反而那時候已經很 都很也是已經很軟弱了 反而我就 就變得反而變得 我那時候反而變得 我那時候反而變得堅強起來 每天陪他去醫院啦 化療也陪他啦 反正就是隨時隨地給他打氣 甚至於在這個化療期間 或者是之前之後 也是常常陪他 夫妻兩個一起去爬山啊 呼吸新鮮空氣啊 活動啊這些的 我現在想想我好像 我還蠻不錯的 我如果說真的是 真的是 幾乎24小時在陪伴他 不然很不容易 真的是這樣 可是我年輕 結婚那些 那前面那10年啊 我就是很大的 我就是在外面充滿 我就享受 做一家自主啊 其實到了家裡面 出了很多問題的時候 才發覺夫妻兩個確實是 同心協力 互補 那個互補啊 很自然就會出來 我還算還蠻了解他的 對 所以我進醫院的第一天 我就問他 我說你會後悔娶我 因為我那時候對他沒信心 因為他一直以來就是我照顧他 所以那時候他註定未來的療程 他來照顧我 所以我問他說 你有沒有後悔娶我 他很篤定 對 然後 事後發現 他確實在精神上面 那段時間成為我很好的支持 他陪我 然後在我面前 談笑豐盛 對 那 這一點 我從我的生病 我會發現 他對我的付出 比那段時間 他失業 他對我的付出 比我還多 對 所以我在你們的身上看到的這個 有難同當 那個互相扶持的那個很珍惜的那一部分 我覺得讓人家覺得很感動 因為現在我們說婚姻的問題 好像大家都覺得是很難經營的 一碰到問題可能就散了 對 碰到問題大家都會只想到自己 然後想到說那我們分手吧 所以婚姻經營的這部分呢 可不可以來談一談就是說 要如何來看待婚姻 如何共同相處 當碰到關卡的時候 要如何做 才能夠婚姻走得下去呢 祝福 我想雙方的心態是要 彼此的接納跟欣賞 對 這是一個基礎 那時候我們一結婚 就我先生常跟我講說 千萬不能談離婚兩個字 那會是個撕裂 所以儘管夫妻之間偶爾也會爭吵 千萬不能出現在離婚的兩個字 太情緒化了 對 那他有教導我 所以我們就盡量守那個分寸 對 那還有就是相應為命的感情 就是大家共同成立家庭 就是為了這個家越來越好 那風浪是很正常的 對 我們如何攜手走過去 所以我覺得那個心態 那個互相幫忙 那個還有互相的尊重很重要 對啦 夫妻難免會爭吵啦 尤其我們在這個 共同創業之後啊 變成同事之後 那個爭執也是非常的多 那我的天性裡面是有一個 有一種即使在最爆裂的情緒的時候 我還是會有那一絲絲冷靜的力量 拉住我自己 不要去做出 讓你絕裂 或者讓你一輩子會後悔的這個事情或動作 所以通常在跟他爭執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啊 一定要有一個人要離開現場 離開現場通常我們像這種 我不能講說我們愛得多深啊 可是我們確實是因為是談戀愛結婚 然後互許終生的 所以有了這個承諾 我們又會回歸到 夫妻是一體的 我們是相愛的這樣 所以想辦法去道歉啊 或是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很堅定的信仰 我們要好好走下去 對 對對對 這個要有一個認同感 要一起走下去 所以婚姻呢 碰到很多的困難的時候 一定要夫妻同心喔 克服那個挑戰 經過生命的難關呢 我們要彼此呢 互相的陪伴還有關心喔 做對方呢 堅定的力量還有更多的溫暖喔 謝謝 謝謝宇夫 還有謝謝舒婷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媽媽教我的事 嗨大家好 我叫羅志玲 我今年九歲 我很會跳舞喔 我從三歲就開始跳了 跳舞讓我覺得很快樂 也讓我勇敢的挑戰自己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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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羅志玲 你之前的時候 動作還沒辦法做出來 對不對 現在你下腰 你就可以直接就舉腿 然後又可以起來 而且腳要比較緊 對 所以你現在這樣子多練習 跳得比以前都還要好啦 對啊 所以他會一年一年還要進步 你自己不要放棄 他之前的時候會跟我講說 他不想跳了 因為很累 那我就給他看一些 他以前那個上台表演的照片 或者是一些他的一個影片 那從小到大的這樣子一個影片 那看了之後他就會想 欸對他那時候上台的那種喜悅 5 6 7 8 2 3 4 8 手咧 再來一次 5 6 7 8 2 3 4 4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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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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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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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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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困難 然後去迎接那樣的一個挑戰 甚至於不放棄的這一種的心理 就面對任何的事情都是一樣 願意肯這樣子花那個時間 願意花努力 然後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 然後堅持他當初 他喜歡的那一種 對於跳舞的那種熱愛 好 好 走 腳先抓好轉 手抓腳踝才能看腳尖 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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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